《回駕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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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青島公益人士張明介紹 青島市大概建立了幾百家PEP網貸平台 受害人有幾十萬人 他有其中81家 總計數千人的聯名全權委託書 在12年中 組織受害人去過47家機關部門訊訪 法院不判決 所以我組織老百姓維權大概幾百次 才開始罹難 幫我抓了11次 判刑一年還有拘留很多次 江老爺 莊明表示一般受害人投入的金額 從幾萬到幾百萬不等 而青島幾百家平台之中 以責与案件涉及的金額最多 高達67億 受害人有一萬多人 年間七旬的張明 長期投入公益事業幾十年 去年初遭到拘捕後判刑一年 在獄中受到非人的折磨 出獄後檢查是肺癌 目前是肺癌晚期 記者28號打通多名受害人電話 都拒絕接受採訪 莊明表示 參與維權的受害人也遭到迫害 也有人被捕入獄 所以不敢多說 根據了解 大陸P2P網太平台始於2006年 在政府和官媒大力宣傳之下 很多人投入了不生積蓄 卻因為多次爆發倒閉潮 造成數以千萬的受害人血本無歸 官方資料顯示 去年11月中旬 P2P已經從高峰時期的5,000家清零 但受害人至今維權無望